这怎么了你说话呀 太子殿下在西安突发恶极 你说 说殿下 你命在不测 朱元璋怎么都没有想到 太子出去转了一圈 回来就成了这样 一听到自己精心培养的接班人 即将撒手人寰 朱元璋再也控制不住 晕倒了 醒来之后 第一时间就去看望 老大 这是怎么了这是 身边的太医连忙回答 太子自从西安回来 就已经患上了风级 由于路途遥远 一路车马劳顿机遇成疾 耽误了最佳的救治时间 回天无力 立马安排京城所有的名医 全部派往太子府 可是内心还是惶惶不安 夜半惊醒 一大早就再次询问病情 期待有奇迹发生 但是太医仍然坚持他的观点 沉头不能 回天发术 大夫不就是该治病救人的吗 医者 医得了病 医不了命呢 医不了命呢太医 拖出去 都难了 医者饶病 此时的朱元张气的想杀人 就在这时 朱镖悄然而醒 可是一句话也说不出 眼角的泪水滴滴下落 吃力的抬手指向了地图 想要表达什么 众人赶紧拿来地图 朱镖十分费力的 在图上画了三个圈 然后就撒手人寰 圆圈中的地名 分别代表了秦王 晋王和燕王 在场的众人 一时之间 没有弄明白他的意思 眼前谁也没有时间多想 因为太子的离去 让朱元张又一次晕倒了 可是地图上的三个圈 却让身边冷静的人 感受到了不一样的风起云涌 储君没了 新的储君该会是谁呢 一切都未可知 大明朝即将面临一场新的危机